就从我最近在看的这个脱口秀大会 开启我的第一篇mini vlog吧 这一天呢我的好朋友大王夫妇来我家找我玩 一进家门男孩们就开始下厨做饭了 我跟大王们来着做餐厅一边等饭一边聊天 偶尔去看一下厨师们的进度 不得不说大概因为我没有什么做饭的天赋 所以我觉得会做饭男孩子都特别加分 而且我发现现在会做家务的男生真的越来越多了 这个趋势非常好啊 男孩子们都变得更加自立自强了 糖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一个花生味道克鲁莉 给了自己一万个理由以后还是没忍住吃了 算了开心最重要 不到两个小时菜就全好了 我跟你们说这些排骨巨巨巨巨巨好吃 还有接下来你们要即将看的这个牛仔骨 依旧是我妈从冬雨晖直播间买的 她说这个替冬雨晖问我好不好吃的 就是这个 你说我能说不好吃吗 放后的娱乐活动 甘灯眼 毕竟我是Queen of甘灯眼 说的惩罚呢是我最爱的画脸 那我们先欣赏一下我们猫猫初期被画的这张脸 为什么随便挤到在我猫猫脸上能呈现出巨大的喜剧感 这是全部画完以后 我们心血来朝想去玩密室 于是我提议所有人顶着被画完脸直接出门 这事儿吧我玩了十几年了没在怕的但我没有想到大家竟然都同意了大王甚至看来非常的兴奋 大王是我认识了十几年的好朋友这么多年了我们其实后来都有了彼此事业见面少 依旧是心中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其实基本上呢都是陪在身边很久很久的 几乎不会有什么交恶断交或者发生那种很drama的事情 因为我交朋友其实只看一 就是这个人本质善不善良 二 他是不是真心对我和这份友情 还有三 就是我们大致三观一不一致 当然如果能玩到一起的话 这是锦上添花的事 长大了以后呢会发现很多人交朋友都带着一些目的性 会考虑是不是一个圈子的呀 他能帮助到我什么带给我什么 但其实我一直就觉得朋友就是给予对方真心和温暖的人 那些会帮助到我们帮助我们成长的人其实固然可以认识 但是有的人就是出现在工作当中就够了 真正的朋友真的有一片真心就足够 而我刚好很幸运遇到的都是对我真心且懂得感恩的人 我对他们的好他们都会记得 再回报给我他们的爱 这才是朋友最大的意义 不好意思啊 真情绪一下上来说的有点多 言归正传 于是我们就去玩了一个我收藏了很久的迷试 这个迷试强推哦 主题叫Rage R-A-G-E 它光影音效主题都特别别出心惨 看得出老板的用心 对的 这个拍的地上笑到起不来的人 就是这位用心的老板 就是看到花成这样的我们一时间 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在这里说声抱歉 吓到你了 这是我的视角拍到了已经癫狂的老板 哎呦 以及穿着Gristro跟小丸子联名款 在迷幻的灯光下 宰哥宰武的大王 好姐妹呢 就去哪都要帮你打个广告 事业心比你还重 密室我们估计都被吓到了 所以出来竟然都又饿了 于是呢 我们就去游小桌了一下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tips 就你每次在这种Bistro或者Bar 不知道点什么的时候 点猪类排 却没错 没想到喝酒喝到一出来 看到了人爱生气的朝阳 那么今天的Vlog就以我漂亮的大北京收尾吧 拜拜